这个就是它的这样一个效果 Single Choice 但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点了不管用呢 是不是我们突然想起来 是不是我们的这个LeastView里面 刚才有一个属性 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它用一下 我们刚才这里有一个属性 叫做Choice模式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给它设置成为Single Choice 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各位直到现在 其实我们都还没有怎么去看帮助 我们待会再去看我们官网帮助 直到现在我们遇到一个新空间 我们都是拆的 效果什么就出来了 很舒服 对吧 可以选了 而且我们还可以设置什么多选呢 也都可以 那么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官网是怎么交往的 来一下官网 还是找到Hello View 这有个LeastView LeastView教我们很简单 他说这个LeastView很好写 首先你还是定一个item 定一个你的item的这个layout 对吧 就像他这样子去定一下 你可以不去指定他的id 因为你要不不指定id 你要把id指成text1 text1的text2 这个是他的一个规则 然后定义一个类 这个类继承于我们的LeastActivity 就不再是直接继承于我们Activity了 而是继承我们LeastActivity 为什么要继承LeastActivity呢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 结果下面我们一看 好奇怪 我们好像在这个地方就不需要 这个地方就不用FindViewById了 直接用什么 GetLeastView GetLeastView我来看 好像也不是他自己定义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猜 这个就是LeastActivity里面的方法 就直接 那既然GetLeastView可以返回个LeastView 从我们来LeastActivity里 那我们能不能猜出来 LeastActivity实际上是不是就他里头 内置了一个LeastView 很容易去理解 对不对 事实上我现在这个 我现在这个 你就可以把它当作一个LeastActivity 对吧 我们内置一个 大不了我这个 可能我这个LeastView动态生成吧 大不了我再封装一个方法 叫GetLeastView嘛 对不对 这样用到了他的一个事件 已经告诉我们了 当然我们还没求玩事件了 叫SetOnItemClickListener 每一项被点中的这样一个监听 这个其实我们看字面意思 我们都能学会 这儿变了 它的LeastActivity提供了一个封装的方法 叫SetListAdapter 而不是我们直接的SetAdapter 无非就做了一些封装嘛 OK 但是我们发现还有一点什么不一样呢 想到没有 它是不是没有它的那个Layout文件 因为它是自动生成的 动态生成的 没有这个Activity的Layout文件 对不对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用它的话 好像是要简单一点 而且我们以前我提过的 我们有好几个不一样的类 都不一样的Activity Google怕我们笨 都给我们封装了专门的Activity 还记得吗 我之前提过几个对不对 至少我讲过吧 忘了 比如 比如ListActivity啊 我们当初讲Activity的时候 讲过这个 忘了吧 看 Map List 就以后我们做地图也有个Activity 关键是List 还有我们下面 要用到一个List的一个组空间 还有我们的Table 那么关这些Activity 你知道就行了 我们肯定要用它 因为公寓善机式 必先离奇系 好用 我们为什么不用呢 但重点在于 你用它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 它的内部实现是什么样的 对不对 别到时候 你会用这种方式了 然后我跟你说 用这个 你就不会了 用我们这种默认的情况方式 你就不会了 而且我们在这用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恼火的 就是如果你又要用到ListActivity 因为它默认情况下 是没有那个Layout文件的 对不对 你一旦要用Layout文件 你的Layout文件里头 是不是要放个List 那个List名字 必须要写指定 指定死一个名字 这个也很容易理解 它要跟 跟它的ListActivity相绑定 OK 那现在我们来做 这样的一个修改 如果我们要按照 它的这个要求 我们给它改一下 该怎么改呢 第一 我们的这个Layout文件 没什么用了 第二 我要把这改成ListActivity 那么统里这些东西 也都要改 我们重新回 重载 导入 然后 它虽然保存了这些内容 但是实际上 我不需要用这些 我在这个地方 我只需要干嘛呢 我只需要一个 GetListView就可以了 然后我在这下面 也很简单 直接是什么 或者你连这个都 当然你也可以这样 或者你不用它 直接叫SetListAdapter 就可以了 OK 就这样的一种 一种方式 那么既然如此 我们是不是连它 都可以不用用 先改出效果 看到没有 连ListView这个对象 都不用用 我们直接SetAdapter 建一个Adapter 给它传进去就行 对吧 因为它里面 它会自己来控制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所以我们的那个Layout 也没用了 而且我们在这里头 还不用去得到 一个ListView 一般情况下 但是我待会 要用到视键 我还是要用到它 对吧 看一下 我把CentAdapter 说了 对 我说了 CentAdapter 没有牙齐了 因为它已经动在生成了 不然的话你看 而且这个地方也再次验证了 它说它刚刚的提示是什么 你那里头必须要有 还有一个名字为list的 这样的一个list view 对吧 所以我们刚刚在这个set的时候就出问题了 再来看一下 连setcontent view都没有用了 因为我们连这个layout文件都不用了 看有没有效果一模一样 当然就没有下面我们的那个输入框了 如果你要重新给它指定的话 我不甘心 我非要给它指定 我非要用 因为我下面要有输入框 对不对 那好 刚才它也提示 刚才不是都出错了吗 它提示你这里头必须要有一个list 这样的一个list view 所以我们这就要给它改个名字了 而且这个地方不要用加号了 因为它其实它已经生成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就给它改个名字叫list就可以了 没有 所以我们这就要给它改个名字了 没有 所以我们这就要给它改个名字了 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 看到没有 不该讲了 我就用它 你去系统里头找去 好 再来看一下效果 怎么样 效果是不是又出来了 所以这样子我们就一定要实现到 List Activity和我们普通的用法的 这样一个转换 一定要知道差别在哪里 为了更详细的让大家知道这个差别 我们来看一下List Activity的一个实现 以后遇到这种Activity 大家自己去看就行了 这还是蛮有意思的 我们来看一下List Activity 到底有多复杂 我们自己能不能去写 List Activity 苹果的本质就是烂 没有我的小黑用起来顺手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那么这就是它定义的List Activity 实际上一样的 那么它里面有一个List View 对不对 这个跟我们想的一样 而且还会有一个List Adapter 所以其实它这里头两块都结合了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可以干嘛 通过GetList View 得到一个List View对象 通过SetList Adapter 去设置一个Adapter进去 对吧 重点来看一下 比方我们看一下 GetList View 对不对 这就看到了 GetList View 还可以GetList Adapter 它这里也对事件进行了一些处理 OK 这个代码很简单 大家下期就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没什么特殊的 那既然了解到这样的一个内容了 那么下面 我们就还是用这个 我们要开始干嘛呢 往里头去输入一些值 输入一些值之前 我把这里做一些修改 我要来做一个添加和删除的操作了 那么这是不是就要开始用到事件了 我们开始用到事件 我们这个地方就少不了 要用到它了 我要去设置一些事件 当然你也可以不用它 因为它把事件给你封装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它已经把那个事件给上传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代码 它已经上传到这个我们的Activity里面去了 明明是List View的 看到没有 OnList Item Click 所以 我们连它都可以不用了 那我们就先把它删了吧 搞得有点不适应 对不对 好 在这里我们改了 我们不要这个数据机了 我建立一个什么呢 我建立一个List的对象 这个List的对象就叫 Items New一个ErrorList 给它 先添加几个吧 不 什么都不用添加 我先什么都不添加 然后我就把它作为数据集传进来 刚开始肯定是空的了 好 就这样一种方式 下面我要来处理事件 处理事件的过程中 怎么处理呢 有两块 第一 我们想象一下 我要实现在这输完了值之后 我按回车 这个值上到这上 那么这个怎么来做呢 我们想象一下 首先要 肯定是要处理它的这个 按回车了这样一个事件 对不对 那肯定是跟K有关的 肯定是我们K Even 那么按了这个K Even之后呢 我们要往这里头去添加值 那么往里头添加值 我们就说了 是应该怎么去添加呢 按照以前的我们那些做法 就是什么呢 你说往这个 不是往list里头 往数据集 往数据集里头去添加一个 然后我们是不是再重新绑定一下 对吧 这是我们以前的一些做法 好 那我们来尝试一下 我们来尝试一下 好 我们先来 调用一下 找到我们的那个 edit text 我们也在oncreate的时候 给它出示一下 edit text 等于 findviewbyid r.id edit text 我们设置一下 我们设置一下他的视线 set on key listener 用一个onkey listener 这里简单 如果 如果 如果kcode 等于 什么呢 等于 我们的 找一下 kcode kcode 等于enter enter 找到了 上 点enter 并且 它的动作行为为 我们的key up 我们的key up 或者key down 都可以啊 则 我们来更改一下 这个数据集 所以为了更 调用到它 我们把这个数据集 放到上面来 好 睡眠不足 ok 我们来用一下 我们刚刚这个数据 叫什么名字 items li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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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是什么呢 就是当前我们的这个 edit text得到的值 对不对 这个容易 给它toast stream 没完 我们添加完了之后呢 我们还要把值给清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否成功 哦对 我们现在只是 把值给添上去了 添上去了 过后 我们按照我们刚刚说法 是否我们再重新 给它绑定一下 items list adapter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